國際間我們要持續來看到的是跟國際的疫情發展 是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發出了聲明 說緊急批准大陸科興疫苗成為國藥疫苗之後 由大陸研發第二支獲得WHO認證的疫苗 根本內容交給若宜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就當全球都還在對抗新冠疫情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也最新宣布說 批准緊急使用大陸的科興疫苗了 這也意味著這個科興疫苗將被允許納入 這個COVAX計畫當中 在獲得了世衛批准緊急使用之後 這也象徵向各國的監管機構 發出這個訊號 認定科興疫苗的安全性還有有效性 同時也渴望透過這個COVAX全球計畫 為一些貧窮國家來提供疫苗 那麼世衛組織的獨立專家小組就表示說 建議18歲以上的成年人來接種科興疫苗 並且在2到4週之後接種第二劑 科興疫苗從去年的12月以來 是已經在印尼 土耳其 巴西 菲律賓 馬來西亞等40多個國家 還有地區陸續獲得批准 在當地緊急使用 那麼根據第一財經的報導 就科興疫苗全球累計的供貨量 已經超過了6億劑了 那麼全球是已經累計 接種科興疫苗超過4.3億劑 目前也已經成為了出口量 還有接種量最大的大陸新冠疫苗